打到哪裡了 現在聚焦的就是在烏東 那麼俄羅斯說 已經在烏克蘭的周邊 實施了戰術合武的演習 我們先來看烏東這個地方 名字比較不好記 叫做比洛哥里夫卡 這個地方就是現在 俄軍得意洋洋的地方了 說控制了烏東 而且他有一個重要的戰略地區 除了比洛哥里夫卡 就連哈爾科夫 以及恰索夫雅爾 他們都控制了 那麼現在這個 俄羅斯總統普欽他說 攻打哈爾科夫 他只是為了建一個緩衝區 他要保護他們俄羅斯的人民 並不是說要來直接的佔領 所以在烏東的這三個地方 其實現在成為一個關注的焦點 還有彭博社報導說 現在俄軍對於盾內刺客的城市 恰索夫雅爾加強攻勢 也派了坦克以及步兵戰車 到這個地方去 其實是有重量的戰略意義 為什麼 因為現在烏軍趕赴的地方 就是在哈爾科夫這裡了 這是加強防禦的新東北的戰線 現在還有一個戰爭研究所提到了 攻擊了哈爾科夫 以及包括攻擊了烏東 其實就是給基輔當局更大的壓力 告訴他全戰區的壓力 烏東還有基輔這邊 都是要面臨相對的危機 蔡燕 好 因為烏克蘭在哈爾科夫 戰況持緊 現在北約的盟國 可能會有動作了 儘管普京聲稱目前沒有佔領哈爾科夫的計畫 但是這裡的戰鬥卻越打越激烈 俄軍在東北方的沃爾昌斯克攻勢淋漓 美國之音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儘管局勢並不穩定 但是還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防守部隊使用無人機 配合情報總局特戰單位的突襲 擋住俄軍的進攻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則反酸 烏克蘭總參謀部只會報喜不報憂 就連哈爾科夫州州長甘切夫都承認 沃爾昌斯克的北面已經被俄軍控制 先頭部隊更進入了市區 兩軍在中央議院展開激烈巷戰 根據俄羅斯媒體報導 主攻單位在無人機 和密集火力的掩護下 壓制住俄軍炮兵的反擊 迫使第一線防守部隊撤出據點 退回到城區內抵擋俄軍攻勢 前線回傳的消息指出 俄軍已經佔領了沃爾恰河北岸 多數烏軍轉移到河的南岸構築攻勢 部分單位佔據中央議院的制高點 阻擋俄軍推進 為了突破烏克蘭的防線 俄軍已經組成多支突擊隊 嘗試打開一道缺口掃蕩 烏軍殘部 以便全面控制佔領區 據稱有部分俄軍部隊 已經突破沃爾恰河的沿岸防線 進入到烏軍束手的南部區域 烏爾昌斯克戰況激烈 城北失守已經成為定局 不過烏克蘭的增援部隊陸續抵達 對俄軍向城南推進的行動來說 勢必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阻礙 不過俄軍北方集群發言人 紀賓斯基對外表示 儘管烏軍多支預備隊 合計發起了十波反攻 卻難以突破俄軍的嚴密防守 烏軍甚至為此付出慘重損失 俄方更公布一段影片 宣稱烏克蘭不但損失了一輛 瑞典制的弓箭手輪行自走砲車 還有好幾門西方援助的火砲 以及多輛戰鬥裝甲車 粗估約有近200名官兵傷亡 雖然烏克蘭總參謀部 並未發表任何聲明 但是在此地戰鬥的烏克蘭官兵 則證實了俄軍的確擁有 非常多元的攻防手段 同樣是這些開封鳴 雙方的馬尬 他們有很多 簡直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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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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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卡 士兵 兵器 兵器 調理 這很難 為什麼要負責 沃爾昌斯克戰情緊繃 周邊其他村市同樣風炎刺起 俄軍宣稱已經解放位於 沃爾昌斯克西南方 約12公里的斯塔里切亞 並且繼續向烏軍的防禦縱深推進 不過烏克蘭則聲稱 在防禦攻勢的保護下 守備部隊正採取有效的防衛作戰 控制權還在烏克蘭的手中 就在俄軍突襲哈爾科夫邊境之後 澤倫斯基也協同武裝部隊總司令斯爾斯基 以及多位高階軍事主管趕赴前線 聽取守備部隊的彙報 儘管戰情會議的影片做了消音處理 但是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澤倫斯基時而眉頭深鎖 使而露出略顯疲態的神情 不難想像 哈爾科夫的情勢相當嚴峻 不過根據與會人士透露 烏克蘭多支精銳部隊 包括第57摩布旅 和第71列兵旅 已經在沃爾昌斯克一線集結 目前第二防線相對穩定 至於在利普齊方向 則因為擁有更為強固的防衛能量 加上烏軍佔有東側高地的優勢 有利於觀測俄軍的行動 而且曾經駐防哈爾科夫的 第92突擊旅 也回到老家鞏固戰線 讓俄軍幾乎不可能選擇 從正面突破 對烏軍來說 也減輕了一些軍事壓力 一 二 二 二 烏克蘭時間5月18日 是新動員法生效的日子 法令規定25歲到60歲的烏克蘭公民 都要接手動員 而且澤倫斯基還簽署了兩項法案 就是同意受刑人參軍 以及加重對逃避兵役者的處罰 表面上來看 前線部隊缺乏兵員補充的問題 有望異位新法的實施得到解決 然而從民眾的反應 和入營人數來看 情況似乎不如預期 有些中小企業負責人表示 這項法令對他們影響很大 一旦技術成熟的員工被徵召入伍 龐大的空缺很難在短時間內補齊 企業生產和營運會面臨困難 最糟的情況就是宣布倒閉 形成另外一種社會問題 至於新兵訓練中心的情況也有落差 新尋教官指出 過去接兵的時候 大部分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不過現在入伍的新兵 多是30歲以上的中壯年男性 尤其允許受刑人服役 也為部隊帶來額外的管理問題 比方說要評估他們能不能適應訓練 有沒有情緒失控的可能 會不會違抗軍紀軍令 導致部隊無法遂行任務等等 這些潛在的風險 並不能在短期內就看出蛛絲馬跡 畢竟部隊中有很多軍備槍械 是用來對抗敵人的工具 而不是拿來面對自己人的兇器 不可否認的是 目前俄軍在多條戰線上 掌握住節奏 烏軍的戰損情況也不斷增加 對於俄軍的攻勢 更出現捉襟見走的難處 尤其普欽連任俄羅斯總統後 還特別召見了新任國防部長 別洛烏索夫 專任聯邦安全會議秘書的邵一股 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等多位國防高層 再次重申前方戰況的重要性 但是這樣的情況卻讓北約非常擔心 因為俄羅斯不斷擴大優勢 意味著戰火有可能延燒到北約東線 畢竟法國曾經表示 不排除派部隊前往烏克蘭 而且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也放話稱 烏軍將由自己決定 如何使用英制武器 也有權力打擊俄羅斯領土上的目標 對於英法兩國的表態 普京也強硬回應 果真如此的話 俄國也會對烏克蘭境內 及其他地區以外的英國軍事基地 和設施採取報復行動 更造成北約和俄羅斯的緊張關係 拉到最高點 儘管北約再三重申 個別國家的舉動 不構成北約與俄羅斯交戰的條件 才稍稍平息兩方劍拔奴張的對立 可是愛沙尼亞國安穩出來 支持英法的意見 表示愛沙尼亞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放棄派兵到烏克蘭西部 接替預備隊的想法 以便烏克蘭預備隊 可以奔赴前線戰場 巧合的是 北約史上規模最大的 堅定捍衛者2024演習 目前就在愛沙尼亞舉行 指揮官恰好是英國駐愛沙尼亞 強化前進部署戰鬥群的 哈里斯準將 而且他強調只有做好萬全準備 才有助於萌芒在受到攻擊時 能夠快速適時的做出反應 我不會再次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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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作為民主人 我們的工作是要準備準備 雖然這並不表示北約部隊就要投入烏克蘭戰場 但是美國紐約時報報導 種種跡象顯示 北約已經越來越有試圖介入俄烏戰爭的跡象 有不少盟國想要將戰鬥教官送入烏克蘭境內訓練烏軍部隊 像是立陶宛曾在開展之前 就一直在烏克蘭境內訓練烏克蘭士兵 而且要恢復過去的慣例 不但很快可以做到 而且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只是《紐約時報》也分析了可能出現的後果 就是一旦模糊了先前北約與俄羅斯的紅線 就意味美國及北約將會被直接拖進到俄烏戰爭中 造成戰事的複雜化 尤其無法預測的變數是 普京會不會一路之下 使用戰術核武攻擊 引爆更加難以收拾的局面 而烏克蘭大選也因為這次戰爭無限期延長 浩婷 澤倫斯基是不是當了五年總統了 的確 他的任期已經滿了 但是現在烏克蘭是在戒嚴的時期 所以我們來看看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一分鐘來選舉了無限期的延期 現在超過了70%的烏克蘭民眾說 現在選舉時機不對 而且其實在這個烏克蘭境內 其實國人對這個澤倫斯基總統的支持率 還是很高了 過了這麼久 支持率還有60%到65% 那時候五年前他是得票率超過七成了 那麼這件事情 其實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有意見說 如果我們到時候要簽署一些文件的話 你澤倫斯基代表的是一個合法的當局嗎 因為繼續下來這個問題 你沒有要舉辦大選 就是烏克蘭的新法法庭 還有政治制度要面對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這個除了澤倫斯基的支持度之外 在這個全球的軍事預算 德國資深說去年2.44兆美元 人均一個人大概306美元 是1991年美蘇冷戰結束以來的新高 那麼未來的這一年 美國8660億是高 另外在北約以及歐洲盟友這邊 總額有3800億佔GDP的2% 來看最多的佔4.2%的就是波蘭了 因為地圖擺開來看 他們的右邊就是烏克蘭 現在專家說 歐洲各國對於威脅認知差異 當然距離烏克蘭比較遠的 就不會熱衷於增加國防預算 這件事 再見 另外烏克蘭他們申請加入歐盟 是不是有新進度了 的確 其實烏克蘭除了想要加入北約之外 加入歐盟這件事情 大家也在看 會不會6月25號這天就要來討論了 這一回要一起討論的 還有這個國家叫做摩爾多瓦 在前年的時候2月份 烏克蘭已經想要來加入歐盟 摩爾多瓦也是 摩爾多瓦你去看地圖上 其實它就是跟這個羅馬尼亞 跟烏克蘭之間的一個小國 那麼現在歐盟說了 的確讓你們成為加入歐盟的候選國 希望符合你們的理想 讓加速歐洲一體化這件事情 早點實現 但是其實加入成為入選國 才只是一個開始 土耳其在28年前1999年成為 加入歐盟的候選國 到現在還是打上問號 那麼克羅埃西亞則是花了10年的時間 才順利的加入歐盟 這是今天最新的俄武戰情勢 還有包括加入歐盟的一些進度 也邀請觀眾朋友拿起手機 用鏡頭掃描QR Code 加入最新版本的TVBS新聞app